季节多变幻 保护家人们的身体健康 我们可不能半途而废呀 虽然你已经施打过了新冠疫苗 但特别针对Omicron病毒的二价疫苗 却更多了一层的保护 还有孩子的防护也不可以马虎 尽快去接种疫苗 让全家安全更安心 教生医疗中心 先提供各类免费新冠疫苗接种 我们在节奏 在Amante等多个地区均有服务者 详情请咨询626-286-8700 最早今天事事仲冠美国资讯 欢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国》 我是马英林 今天是2023年3月17日星期五 下面请看详细报导 3月17日 总统拜登呼吁国会 允许联邦监管机构对倒闭银行的高管 实施更严厉的处罚 包括收回他的薪酬 禁止距离该行业继续工作 拜登称他追究银行高管责任的权力 受到法律限制 因此他要求国会介入追债 拜登希望当银行因为管理不善 和过渡冒险而倒闭的时候 联邦储蓄冒险公司和其他监管机构 能够强制收回倒闭银行高管门的薪酬 降低监管机构对他们的罚款门监 并且禁止高管门未来在另一家银行 再谋职位 在矽谷银行和特色银行突然倒闭 被全球银行业带来冲击之后 拜登呼吁国会受于FDIC更多权力 他发表声明说国会必须采取行动 对因为管理不善而导致其机构 倒闭的银行高管实施更严厉的处罚措施 声明还说 每人能够凌鸽于法律至上 加强敏择是防止未来管理不善的重要威胁力量 拜登强调 上周末对这两家倒闭银行采取的行动 对于防止美国经济受到进一步影响是必要的 但是政府没有动用纳税人的资金 上星期日 FDIC同联署会宣布 他们将保证这两家倒闭银行的储户 获得他们的全部存款 但是他们将依靠华尔街和大型金融机构 而非纳税人注资 3月17日CNBC报道说 虽然近日美国出现了银行危机 但金融街普遍认为 即使银行业的担忧情绪继续蔓延 而且未来存在不确定性 联署会仍然会在下星期批准加息25个基点 怀疑家业内人士认为 联署会主席鲍威尔希望发出讯号 即管过去一个星期美国金融业动荡不安 但继续降低通政努力依旧重要 过去两个星期 金融市场对联邦基准利率走向的讨论 异常热烈 从联署会继续加息0.5%到维持利率不变 甚至有人猜测联署会可能会被逼降息 Channel Capital Research创始人兼首席投资刹白斯罗帕斯指出 联署会必须要做些事 否则就会失去信誉 但包围已不会做180度转变的事 市场基本同意联署会将会继续加息 根据CME Group以联邦基金期货合约作为指导的数据 截至3月17日下午 利率上调25个基点的可能性约为75% 另外25%的可能性是不假释 CNBC报导称 无论联署会采取什么方式都可以受到批评 目的分析公司仇值经济学家赞得指出 是已经有两间银行倒闭的情况下 联署会依然收紧货币政策将会是不尋常和危险 他说他属于25%预测联署会不加息的人 你并不会因为加息而停止输同通胀的斗争 但你就可能因为加息而失去金融体系 不过多数华尔街人认为 联署会将继续推行他的货币紧缩政策 美国银行指出上星期日 为支持储户现金和支出的流动性紧张银行而采取的措施 令联署会反而能够灵活加息 最近一个星期 美国银行业通过联署会两个紧急信贷支持机制 一共遮阻1648亿美元 这个突显作直供银行倒闭之后 美国银行业融资压力升级 流毒性急需支持的紧张状态 据彭博社报道 联署会公布的数据显示 在截至3月15日的一个星期里 联署会贴现窗口借款增加了1483亿美元 达到了1529亿美元 这个借款规模不单纯远高于前一个星期的45.8亿美元 而且创下了历史新高 事前联署会最高的贴现窗口借款记录是2008年 金融危机期间创下的1,110亿美元 贴现窗口借款机制 自在在帮助银行满足短期资金需求 但因为它属于紧急贷款机制 近年来银行一直避免使用 相关数据显示 联署会仍为3月12日启动的银行定期融资计划 借款119亿美元 BTFP允许银行按面值 向政府提供抵押品以换取贷款 政府认为银行系统中有足够的抵押品 来覆盖所有储户的存款 虽然是否使用BTFP 是存款外留给银行带来压力程度的直接行量标准 但很多银行称 他们只会在耗尽其他资金来源后才会使用它 总体来说 通过联署会两个支持机制提供的信贷数据表明 上星期加州植局银行和卖纽约特色银行倒闭之后 美国的银行系统仍然趋弱 面临存款不足资金紧张的压力 同时也意味着量化紧缩已经名存失望 另外EPFR Global的数据显示 科币市场基金吸引了1130亿美元资金流入 为2020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而截至3月15日的最后一个星期里 美国国债吸引了98亿美元资金流入 为2022年5月以来最大的资金流入 3月16日下午 美国最大几家银行同意向第一共和银行 注入约300亿美元资金 以稳定这家处于动荡中的加州区域银行 今个星期该银行的股价大起大落 一度跌至52个星期最低点 3月17日在直股银行倒闭一个星期之后 他的母公司直股银行金融集团宣布 他已经按照联邦破产法第11章申请破产保护 请法院监督重组并且出售他的资产 就在直股银行金融集团宣布申请破产保护之際 美国股市上的银行股继续劇烈动荡 在盘前交易中大银行的股价普遍下跌 包括太平洋西部银行第一共和银行在内的区域 银行的股价普遍下跌了10-20% 直股银行金融集团称 他们将在破产保护的进程中 寻找各种继续营运的可能性 包括针对企业旗下其他资产的投资 上星期由于联储会持续加息之后 国际收益下跌 直股银行不得不以巨额亏损的价格 卖了他持有的债券组合 此据令到客户更加不安 引发了严重的制度 国会共和党人近日提出 联邦政府可以优先上还某些债务 以避免联邦债务违约 按照该提议 中国和华尔街将首先得到负上 对此联邦财政部长耶伦表示反对 任违盖提议異常危险并未经验证 据CNBC报道 3月16日 耶伦在国会参议院金融委员会 关于联邦预算的听证会上指出 按照共和党人提出的优先考虑 部分美国债务 而不是其他债务的提议 中国将成为首批获得上付的国家之一 他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想法 从基础上会导致美国债券违约 今年1月 联邦政府的债务已达到31.4万亿美元的法定上限 国会众议院的共和党人 各自助提高联邦举债上限的法案 要求将削减社会福利开支 并且提高债务上限捆绑在一起 上星期有关最新举措上限的法案 以21票对17票的表决结果 在众议院筹本委员会获得通过 该法案涉及在美国达到债务上限时 联邦财政部将会优先考虑 上付哪些款项 与其他类型的债务相比 共和党人计划将公共债务上付 及社会保障金支付置于更高的优先级 对此耶伦指出 政府每天都上付很多款项 我们的系统自在在对所有债务都按照上付 而不是挑选要上付哪些 他说 这种选择性上付的想法相当冒险 亦很危险 民主党指出 共和党的优先上付计划将会令到 华尔街和中国受益 因为他们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持有者 目前中国持有近1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占美国国债总额约3% 耶伦称 按照共和党的计划 中国将会被那些领取社会安全金的老人 和领取奴兵福利金的人才得到上付 他说 债务优先排序本身就是另一种名义的违约 耶伦说给议员们听 我不能对该计划在技术上的可行性作出任何保证 这将会是异常冒险未经测验 并且完全背离联邦政府 各机构正常常负做法的行为 他说 议员们需要认识到提高债务上限 才是他们保护美国全部信心和信用的责任所在 最近几个月 财政部启动了避免债务违约的临时应急措施 包括暂停投资某些联邦退休计划和健康福利基金 但这些措施将会在6月份到期 由3月14日开始 前总统特朗普又可以在他的YouTube帐户上发布视频 自此特朗普在三个主要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账户 都已经恢复 CNBC的报导指出 特朗普在美国公众使用最多的Facebook Twitter和YouTube三大社交平台上 恢复使用他的账户 表辞着他将参加2024总统选举 由大展拳脚的互联网渠道 Google旗下YouTube称 他允许特朗普的账户 由3月17日开始发布新视频 以解除2021年1月6日国会大学暴动之后 对他实施的使用限制 YouTube公共政策副总裁米勒发表声明说 该平台仔细评估了风险 并且考虑到选举前为选民保留平等 听取主要候选人而见的机会之后 恢复了特朗普的账户 声明还说 特朗普在YouTube上发贴文 和在其他平台上发贴文不同 因为他经常在这里转发其他媒体的新闻视频 截至3月17日 特朗普的YouTube账户有260多万粉丝 2021年 YouTube当时的首席执行官 华西基宣布对特朗普的账户实施限制 并且称该账户并未被网站关闭 但受到限制无法上传新视频 国会暴动发生后 三大社交媒体 将计暂停特朗普使用他的平台账户 担心他会煽动更多暴力行为 被封杀期间 特朗普一直使用他自己的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3月17日 联邦人口普查局新出路的报告显示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 为了复清日常生活账单而夫妇挣扎 该机构今年2月的最新调查发现 全美认为自己比生活账单困难的人 比一年前多了25% 在全国50个州当中 密西西比账单困难人口比例最大 超过了一半 阿拉巴马、路易斯安那、西佛吉尼亚等州的情况 同样严重 该调查报告显示 大约36%的消费者说 过去7天他们对复清日常生活账单感到 有点困难或非常困难 美国经济活动的大约70% 依赖消费者支出 然而过去两年美国日用品的 价格上涨了超过20% 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入不敷出 全球数据公司 营运主管桑德斯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辞出 该公司对2,800名美国人进行了调查之后 发现消费者正在通过购买交为廉价的产品 寄致购买较少食物来减少日常消费 人口口证局发现 南方很多州比其他州挣扎得厉害 那里的工资普遍都比较低 很多人仍然在每小时 7.25美元的联邦最低工资 该时新至2009年一直都没有涨过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传播内容 感谢收听和观看 同时记得订阅美国中文广播电视 GuardTV频道 获得更多精彩内容和最新消息 我们下次再见 季节多变幻 保护家人们的身体健康 我们可不能半途而飞 虽然你已经施打过了新冠疫苗 但特别针对Omicron病毒的二价疫苗 却更多了一层的保护 还有孩子的防护 也不可以马虎 尽快去接种疫苗 让全家安全更安心 小生医疗中心 先提供各类免费新冠疫苗接种 我们在Almonte等多个地区 均有服务站 详情请咨询626-286-8700